人氣Youtuber雷拉與老公湯宇婚後懷上第二胎 將在7月贏了寶寶誕生 日前雷拉帶著老公及酷炫 體驗女生分娩的過程 開一指的疼痛指數為25 開五指則是120 湯宇在開始前就相當緊張 舊儀器才打開不久 她的反應就非常激烈 痛到整個人捲縮起來 但事實上連開一指的程度都不到 反觀一旁的酷炫則是十分鎮定 所有等到成功度過開一指的疼痛程度時 酷炫終於忍不住發出哀嚎聲 工作人員表示這種程度只是女生來越驚實的痛感 酷炫才終於明白為什麼女生生離奇時 聽到男友說喝熱水就會好 會感到如此生氣 更感嘆媽媽好辛苦 期間雷拉還故意拿著熱水 問湯宇要不要喝 不過此時對方已經痛得不斷慘叫了 男人最終也分別停留在50及60的程度就放棄 影片曝光後 網友紛紛留言表示 湯宇的反應也太好笑了吧 天下媽媽都辛苦了